世界知名功夫杂志黑代评选出的十佳电影打斗场面 每一幕都堪称经典 第十位败家仔 影片以袁彪和陈勋奇的永春对公子扶虎拳的精彩对决收尾 这也是一场南北武林的较量 慢镜头下 两人所施展的功夫已是教科书般的水平 行与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九位群龙戏凤 本片促成了洪金宝和刘家梁这两大功夫高手的对决 两人先是空手对战 然后以长棍对长棍 洪金宝的打法一块狠准和幽默为主 而刘家梁的打法则以力量取胜 两种风格的碰撞过去视觉冲击力 可以说是一场经典的交锋 第八位东鹰宫 片中男主角托尼甲和拉蒂夫克劳的上演了一段精彩的泰拳与巴西战舞的对抗 这种战舞叫做卡伯耶拉 是介于武术和艺术之间的舞蹈 虽然看起来动作夸张 但在UFC比赛中却屡见不鲜 因为其华丽而又强大的威力已经得到了多次的验证 这也是卡伯耶拉首次出现在电影中 第七位飞龙猛将 本片也促成了成龙和宾尼优魁得资的第二次交锋 宾尼是WPA的第一代轻量级世界冠军 别看他只有一米六一的个头 但从小就学习自由搏击 是世界舞台数一数二的轻量级拳手 再加上擅长转身翻腾后踹 因此被称为喷气机 而他和成龙在影片中的对待 也让观众大饱眼福 第六位突起二 厨房之战可谓是整部电影的亮眼 在这场戏里 男主角伊克布艾斯和东南亚格斗家阿里夫拉赫曼 展开了近七分钟的激烈对战 从徒手格斗赛到找刀交锋 一招一事都让人心惊肉跳 其凶悍程度也创造了动作片的新纪录 第五位最全二 本片的压轴打戏之所以能得到黑带杂志的青睐 是因为他充分展现了成家班在惊险打斗方面的创造力 从卢慧光的一次马腿弓 到成龙利用时间和空间差不断制造反击机会 再到成龙用烧火棍让对手引火上身 最后到火炉中的生死搏斗等等 都让人叹为观止 而这二十分钟的打戏 成家班却是在拍摄现场不断的推销打磨 花了足足一个月才终于完成 最终交出了让人满意的成品 第四位竞武英雄 李连杰和苍田宝钊的切磋 也为富有哲理 所以也得到了黑带杂志的高度评价 在这场戏里 双方对话从最强的拳盘起 然后是防守与进攻的关系 再到格斗的心态问题 最后是宇宙苍生命体的探讨 更重要的是 这些理论都在之后的实战中得到了验证 两人交手时的连销带打 拱手转换 蒙眼后的试探和判断 都是由理论支撑的 真可谓是文中有武 武中有文 让人惊叹不已 第三位 依旧是精武英雄 陈真和腾田刚的最后一战 可谓是整部电影中最为精彩的一幕了 这一场战斗完全就是格斗的水准 真正是拳拳到肉 腿脚如刀的生死活杀 两人打到最后 陈真完全没有了常规的套路 以一种近乎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完成了决斗 这也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截拳到中的理论 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 第二位快餐车 这部电影是成龙和宾妮游魁得资的首次交手 两人的打斗精彩至极 而向来以功夫喜剧见长的成龙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也不得不沿着一带 虽然此处的动作戏依然是套招完成的 但看上去却全权盗中 非常真实 第一位猛龙过江 李小龙与世界空手道冠军查克诺瑞斯的生死决斗 可以说是全天最为经典的场景 没有观众也没有旁观者 就是一只令人发毛的猫在旁边看着 但却给人一种凛冽的杀气 一种超然的意见 所以黑带杂志也将其列为十家电影舞打场面之首